各位東心 各位學員 大家早上 大家好 很歡迎 也很感謝 你們這樣 為那麼像的地方 為到我們台灣人的未來 為到要了解我們過去台灣人 所發生什麼事情 千里迢迢的大老遠的跑來 在這裡代表台灣民進府 所有的千萬 大家感謝 台灣要有未來 絕對不是靠民進黨 也不是台連黨 其實要再做台灣民進府的同心 為什麼 因為只有台灣民進府的同心 只有台灣民進黨 才有真正的了解 台灣過去 真真正的所發生的事情 以及我們未來要怎麼走 這兩個 我的重點 是要來介紹說 我們如果多少 我們過去的歷史 是去由外來的賬款 所欺騰的 去變得太久了 所以 我們都已經是 完全喪失 自己該有的這個歷史觀 都沒有了 你像 荷蘭 電信公 其實 漸大人都沒有太久 漸改久的是什麼 滿清國 200多年 不過200多年 並沒有統治整台灣 日本人 也才50年 中華民國已經來70年了 70年已經是三台人了 所以現在目前 在 哪個台灣的世間 的台灣人 真的 了解多少 日本時代 的事情 其實 都沒有了解 他所了解的 都是中華民國所教的 那很多都是錯誤的 我們這可要說 我 不是 我的我 我 不是 我的我 出了 出現了三個我 老口令 是在說 我們 所真正了解的自己 其實 並不是真正的自己 你覺得很奇怪 我們當然 我們當然 都最了解自己的 怎麼可能會有 別人 別人更了解的 其實 未必 我們看 這個 這是什麼 這個 李登輝總統 你看 李登輝 我是不是我的我 李登輝 我的我 是不是我 你看 人家就這樣死了 你看 這比年輕時代上品 你看 這應該最緊 你看 做過大人總統的一個老火 你看 一個老人家 竟然搞不清楚自己是誰 對不對 我們在做的想過做過總統 也沒有 人家都說他沒有了解 那我們又憑什麼說 我們了解自己 當然這個有兩個層次 一個就說 他這一把年紀 真的也沒有搞清楚自己內心世界 他的個性 他的個人特質是怎樣 他可能也不是很清楚 另外一件事情 他暗示什麼 台灣人 你真的也不知道 你自己是誰 這兩個小時 希望說 可以讓大家了解一下 真正 台灣人是誰 當然時間上是很有限 我們大概就只能戴個頭而已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應該要多看一些 跟台灣歷史有關的書 這一陣子 外面的書局也賣了不少 比較像樣的台灣史 可能是因為 威權時代已經過去了 台灣人就慢慢敢講話了 其實真的台灣歷史 寫在教科書是 陳水扁執政之後 2000年之後 才開始大量寫在教科書 可是2008年 馬英九當總統之後 台灣史 一些比較敏感的 又從教科書裡面被抓出來 就是不寫了不寫了 去年還有人 國立編譯館那幾個人 那些頭頭我不知道 說桃蘭史寫太多了 搞什麼鬼 好來 先看這個 這個好伯伯 這個柯文哲的媽媽 這個古年年代 算得非常的激動 最後好伯伯說什麼 皇民後裔 說一句皇民後裔 台灣人我都六年 只有台灣民政府 很爽爽爽 外面人都六年 什麼團民後裔 可是台灣民政府的人都說 讚 好伯伯你總算敢講真話了 可是你看看柯文哲的媽媽 感覺上好像不能接受 因為她媽媽也不了解 來 重點在這裡 1945年4月1號 台灣已正式納入 日本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 直到現在 本土台灣人還是日本人 我們是皇民的後裔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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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對不對 對 都來講對 其實錯 以前是 以前我們是日本殖民地 可是從這一天開始 已經不是殖民地了 可是這一天開始的時候 二次大戰結束了嗎 沒有 中華民國過來了嗎 沒有 可是已經變成日本神聖領土了 可是那以前那個滿清國的時候 我們怎樣怎樣 後面再慢慢講 你有什麼疑問 到這兩點鐘 大概都可以幫你解決 這一張就是 日本殘和天皇詔書 這是日文 中文翻譯 他能從此 跟日本人 享有什麼 一模一樣的政治參與權 還有接受教育 還有當兵的義務 你看這還有一些大臣 大官員 在那簽名 所以這個有可能是造假 都寫到這樣 可是中華民國 從來不跟我們講 中華民國一天都說 以前是日本殖民地啊 日本多兇悍啊 多怎麼樣 多可惡啊 都要殖民我們啊 我跟你說 現在 中華民國也是那些殖民啊 他怎麼說他自己 他更可惡 不然二二八拉會跟他爭 不一定 這是日本人自己捏造的 對不對 在他們皇宮裡面捏造的 不然這什麼 這補紙呢 這補紙呢 有那個堅寶座是你以前的嗎 就說堅寶座了耶 中華民國怎麼不敢 他怎麼可以叫 他叫就告訴田塔安 這塊地不是他的 那當時 去帝國議會 有這些人耶 林獻堂有沒有聽過 有了嘛 對嘛 這兩年可能沒聽過 這個沒聽過吧 這後來二二八事件之後 就去日本啦 就都不再回來啦 那他們哪裡哪裡 那就是 台中啊 霧峰啊 林家花園啊 這個人家啊 這人家啊 這人家我媽媽去過了 我爸爸 我爸爸現在八十幾歲了 你說他小孩的時候 我去他們家拜年啦 因為我們跟他有一些殷勤關係 拜年的時候 他們家拖開 人家卡拉卡拉 都留在我爸爸的口袋 他一直很懷念 那一件拜年的事情 這哪有假 所以誰說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 以前是啦 從這個時候就不是了啦 所以台灣人從這個時候 就變成日本人了啦 可是我們曾經是中國人耶 我跟你說 滿清一直到交友戰爭 馬關條的隔人台灣 那個時候 台灣還是滿清國的殖民地 始終不是滿清國的國土啦 什麼時候變成人家的國土 日本國土 搞清楚啊 搞清楚啊 可是那個 中華民國啊 不然馬英九最近幾年也有講過啊 他說根據什麼 開羅宣言啊 開羅公報啊 還有三巨頭的會議啊 日本投降書啊 台灣也是中華民國的神聖領土啊 毋庸置疑啊 我問你 啊搞這種東西 那是你馬英九的跟他說 你找我 你找一下 曾經有這樣子的例子 然後變成國土 收回去的 你舉例嘛 馬英九講不出來啊 我馬英九你喊萬不利 你回問你國民黨的嘛 那些老人嘛 沒有人講過嘛 對不對 領土被敵軍控制以後 是不是因為這些聲明 啊就可以跳過軍事戰營 達到領土並論 那都從來都沒有 更換 這三個在開會的時候 那時候日本有來開會嗎 沒有啊 人家的東西 你三個講講的就要人家唱去 不然我們三個來講講的 人家贏的人總統會議的 哪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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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總統會 所有權利也沒有他也沒有 三個人都沒有 啊講講講就被人總統 被人拿回去 講話意思嘛 這個也沒有台灣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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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有台灣主權的也沒有來開會 啊你們講一講 就說 台灣將來是你們的 笑死人的 我來看一看 陳榮子 不要聽過 他有當下的烈報紙寫文章 這人齁 台獨啊 理論派大師啊 李孤寇找他名 他說什麼 隨著時間的經過啊 國內外情勢的演變啊 民主化本土化的轉型啊 有效落實聯合國憲章跟兩大國際人權公安所宣示 人民自決 台灣已經決定自己的政治地位 已經 進化成 主權獨立國 起來了 主權獨立國才用進化 我怎麼不知道 你動作是什麼 研化論喔 大家要問研化論喔 大家要問研化論喔 我們逐漸進化完之後 我們就獨立了 什麼意思 你先看看 是全世界啊 以前啊 二次大戰的時候 只有五十幾個國家 現在將近一百七十幾個 啊一七九的看 一百七十幾個國家 這些新興國家 哪一個是自然而來的 就變成獨立國家 他都要怎樣 跟他的宗族國 跟他母國 喊說我們要獨立 他的宗族國 他母國說好同意 才獨立耶 原來那個自然演後 啊今天我說台獨 理論派大師 這真的是 那是喔 台獨都要加我傻子 這樣美國來騙 台獨又傻子 台獨又傻子 亂不加了 搞不清楚 他不敢搞革命啦 也不敢宣布獨立 他竟然說公投 自憲就好了 然後追溯過往的方式 拿台灣的內部民族化 本土化 爛語充數 當作獨立運動 拿人的什麼 救國號 中華民國借合上市 說台灣就是這個國家 為什麼 我小問耶 我們終於發現 台灣在過去 何時 何時 獨立 變成國家 我不知道 其實中華民國 是一個死的東西 大家磨掉掉 陳同志說 要用他 死人名 變台灣 變台灣 國民黨 一直在用三樣東西 在前置台灣人的思想 他的教科書 他的國民黨的東山 和媒體 所以你在媒體上很難得看到台灣民政府的消息 就算新聞有消息 都在講一半真一半假 來 這是什麼人 馬英九 這是什麼人 郝龍斌 這是在做什麼 這是台灣光富節 某一年的台灣光富節 最近 台灣光富節 為什麼 我這支美國旗 你怎麼說 什麼 這科書都有 台灣光富節 請問這支什麼 美國旗 這支美國旗 這支美國旗 這支也美國旗 中國旗 幹什麼 你民眾有話不說 我以前小時候 看這張圖 怎麼沒看 這是美國旗 你回去看 一定有 真的是美國旗 現在歷史教科書 國中高中 然後 講到台灣光富節 還是這一張照片 你回去大家走來看 真的有美國旗 你們家小朋友 算不定都還沒認真看過 台灣光富節 為什麼差美國旗 啊 我們要感謝美國 美國 我們代謝台灣 都在家裡 其實都跟你說什麼 我們中華民國 是美國的小孩 知道嗎 我們是怎樣 代理佔領 老闆在這裡 我們是新的 了不起叫做總管 大總管 美國不敢親自佔領 因為美國在二次大戰 其實也吃了 台灣人很多的苦頭 因為台灣人真的很會打仗 我們的高砂族很厲害 叫這個澳大 的中華民國來 這個中華民國來 做什麼 來這裡 要給你 四肥 吃肉 要給你 你看 你看好伯春 來 好伯春 當行政院長 當國防部部長 對不對 你知道他 退休之後 領這個 4800多萬 放銀行 到來5千萬 5千萬 他一個人 就領5千萬去 他還有這些福利 防射 配籍 健保 棉腳 18% 健檢 這都要哪個錢 沒有 我們中華民國 從中華大陸 帶了幾百萬黃金來 要騙你的 我跟你講 就算有 我告訴你 那都是從台灣 A過去的 又載回來的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他34年 來 就開始A了 A了 38年再載一些回來 他說那個就贏得了 1958年 1958年 民國47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 關於領海的聲明 來 這寫什麼 台灣和澎湖地區 仍然被美國武力侵占 你不是說你們關於台灣 現在又美國武力侵占 而且民國47年 所以台灣一直在美國 什麼 軍事占領中 此時此刻 還是美國軍事占領中 我都沒看到 那阿彬哥在哪裡 他幹嘛要給你看到 只要台灣發生事情 他在兩個小時之內 他的軍事武力有辦法到達 這就算他的了 要叫佔領 誰說一定要一天到晚 要叫他摟摟摟 要變高 再叫軍事佔領 不用嘛 更換台灣也沒有暴動 為什麼要跑出來摟摟摟 這個 所以其實 台灣的地位 國際上一些重要人物 領導者 他們都知道 台灣人不知道 來看一下薛瑞虎 我們先做一些外面的東西 先 強烈給你震撼一下 等一下再來 給你一些答案 來 美國智庫 前面2049專案的一個執行長 一個執行長 薛瑞虎 在2013年 2013年 沒有很久 在華府智庫 傳統基金會議中 發表演說 他說美國是基於美日通門 才要履行 台灣關係法 才要去防衛台灣 這樣說來 美國為什麼要來保衛台灣 因為台灣關係法 為什麼會有台灣關係法 美日通門 怎麼沒有中華民國 怎麼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怎麼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看到什麼 都告訴你 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跟台灣 根本沒有很直接的關係 今天跟中華民國有關係的是美國 美國是老闆 中華民國是哪個總管 台灣的總管 所以美國 搞很多事情 不需要經過中華民國的同意 像這個台灣關係法 請你回家好好上網查一查 台灣關係法是美國國內法 沒有經過中華民國的同意 沒有經過中華民國的立法院任何一個立法委員同意 直接在美國 由他們參議院中議院投票表決 然後美國總統就發佈事事 台灣民國 吞下去 吃下去 台灣關係法 可以查 美軍真的有佔領台灣嗎 剛才說怎麼真的 來 台盆金加入WTO 世界貿易組織 是美國協助的 差一輪去辦的 他跟李登輝講 我們已經通過了 李登輝問說 根據 用什麼名譽 用獨立分離關稅領域 獨立分離關稅領域 像蔡英文你懂不懂 蔡英文說他不罰 再來問我們秘書長 秘書長說 這就這樣 獨立分離關稅領域 就是佔領區 佔領區他也需要有什麼 對外的貿易 跟人家做交流 不然老百姓怎麼過火 但是他又不是一般的國家 所以他叫獨立分離關稅領域 但獨立分離關稅領域 就把你金門媽祖給在內 所以這些都證明什麼 我們是被佔領的 大家人都無感 你看 你看看 我們這個軍隊LOGO都不去 你注意看 最近幾年 有時候都還跑出一些 戰車啦 飛機啦 在電視畫面 我都很注意看 都看不到LOGO 因為那個車連排都不去 真的喔 沒有在後面注意看 電視畫面出來 這隻戰車都要看 看幾個字 這樣 那個LOGO是在哪裡 沒有看 就是沒有看的 哪有一個國家軍隊沒有自己的 自己的這個什麼 國灰啦 軍隊 我都沒有去 那就是中華民國 來 幾年前日本311大地震大海峽 那美國那邊有僑民 美僑 就從日本撤退到台灣 那這中正機場 那這AIT 直接一個桌子你看 然後就美國 美國美僑 外僑只有進來登記 出去了 包下五星級 酒店九百間 無限期租車 那這都沒有啦 中華民國說 那這電腦連線都沒有連到 中華民國海關 所以這倍人 禮拜多少人 什麼身份 地位 你問中華民國海關 查無資料 那這中正機場呢 這新聞有說 那代表什麼意思 這地土地主人 絕對不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國 美國泱泱大廣 他搞這樣子 全世界會抗議 欸 這個人家 你抵折了 你就進去了 那電腦都沒有連線到中華民國海關 代表什麼 中華民國人小人 看不見 看不見 蘋果日報 這基德劍 這支什麼 中華民國國旗 這支什麼 美國國旗 欸 美國國旗 太多 剛剛說過 這麼大 這不是啦 這代表說 這是美國製造的 我怎麼粉 美國製造的 我拿這張 這張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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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前年雜誌 雜誌 雜誌就有 那那一期的雜誌 雖然說有蘋果日報 其實那一次雜誌也有一週刊 一週刊雜誌也有 聽說一週刊雜誌一個桌而已 第二天去搜購買幾乎買不到了 第三天都沒有了 都用燒烈烈去 中華民國都出去收購 他叫他們的 叫縣市的民眾服務社出去買就好了 買烈烈了 你都看不見 我問一個 台中週有一個同心 他早就說 楊老師 這張照片是對的 是喔 因為我以前是當海軍的 我海軍退回 我們海軍出去都要撩這支 快要進來的時候 這一支就拉下來 他說都在騙大家人 他直接在說 出去這支就撩去 要回來的時候就拉下來 大家都只看到這一支 所以岸上的民眾永遠都看這一支而已 只有這一艘船的人知道有這一根旗子 中華民國台灣主權 放肥放肥 不如這菲律賓總統 請向受難家屬道歉 你知道齁 這廣新號遺傳 這前年的事情 對不對 我們新聞播傳也鬧到 立法院 立委就開始都要質詢 對不對 我們會一定怎樣全力支援 全力配合家屬 全力為家屬討的公道 亂講貨 那下台之後就 喝咖啡了 早就忘記這件事情了 為什麼 你不知道班 所以菲律賓只向家屬道歉 為什麼不跟中華民國道歉 你中華民國沒有台灣主權 台灣人是方便給你代管而已 人人都知道 來 ISIS 知道齁 我跟你說 這 二二五的 前幾天 前幾天的相片 什麼人 這支什麼 FBI 美國FBI 聯邦調查局 他的局長 在討論ISIS 就是伊斯蘭教育 問題的記者會 在調查關於美國 國內恐怖份子的議題 這什麼 這什麼 這 白的國家的國旗的樣子 我跟你講 不是 這是美國各州的週期 美國各州週期 插這支中華民國旗 這這禮拜的 你現在去查 你網路查 那還有 很多人在討論 這蘋果電子報也有 蘋果電子報說 看到中華民國的國旗 大家都害半天了 我在討論 海外天 代表什麼意思 這支旗子 怎麼跟美國各州 週期並列在一起 你如果問美國人 你如果問一個人 他不簡單 台灣我佔領的 美國他們只要在海外 佔領任了一塊土地 這塊土地 這塊土地 如果還沒編入 他們美國的國土 都余力稱作 海外為合併的領土 他有權去掌控它 但未必一定要編列為國土 請問關島 關島 關島不是美國國土 可是關島是美國在管的 所以誰佔領台灣 美軍佔領台灣 中華民國是代管的 台灣人你是中國人嗎 我們跟蔣介石一起過來的 我們阿公就是 那你是中國人 你哪在 中華民國還沒來的時候 你去台灣土生土長 你的長輩有土生土長 你以為台灣人 每日安保條約 1951年簽訂 到現在 2010年 都還在 都還在講 每日安保條約 而且還說適用在釣魚台 所以真正在保護台灣的 絕對不是中華民國國軍 就算是中華民國國軍 也大量的都什麼 本土台灣人 是美國跟日本在保護台灣 今天若是台灣島 若是真的沒有日本跟美國 只有中華民國 早就被囤掉了 那邊那一隻大野狼 早就過來了 台灣海峽 對面那一隻大野狼 早就過來了 台灣人怎麼可能活70年 活那麼好 這個人看都沒有 大家都看都沒有 大家看都沒有 你想想看 金門 金門 最多有4萬兵 4萬 10萬 10萬 10萬大軍 現在存4千人 還不到4千人 要保護台灣 這都是新聞 但時間有限 因為我有大概 140張投影片 為了兩小時 給它全部秀出來 有點困難 所以有些東西都 給你看一下 幹一下就好了 目的達到就好了 誰在保護台灣 太多例子可以舉例 太多例子 怎麼講 講不完 三顆飛彈 飛彈演習 有沒有 一人準備選總統 有沒有 一演習之後 馬上 航空母艦馬上出來了 獨立號 迷你字號馬上出來 一感覺不對勁 美軍就出來了 看一下陳水扁 TVVS 陳水扁說什麼 在我任內期間 我曾多次接收AIT主席指示行事 AIT AIT是什麼 美國在台協會 美國在台協會不是在辦簽證嗎 辦旅遊 辦留學 去美國留學 對 陳水扁總統 曾經多次接受AIT主席指示行事 即使這個指示 會影響到總統決策 也要壽命照辦 影響到總統決策 也要壽命照辦 美國是重點 我差點中華美國總統怎麼說 你就是做到了 你還跟我說 我說中華美國不是美國小孩 那不是什麼 我從台灣到外 我站起來到現在都在說一件 都在說這裡 我拿多少東西給各位看 大家要相信 台灣民政府不是用感情 不是歷史上曾經說過 書上曾經寫過 然後你們就是台灣人 沒有這樣說 都有憑有據 美軍才是真正的佔領台灣 美國都做總竟人 所以你看 兩千年阿扁當總統 起床了 事不應沒有 其實事不應沒有 事不應沒有 美國就這樣說 你陳水扁上去 就是給我講這些 不能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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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樣 你就是陳水扁這麼敢言講這些東西 美國叫他講 陳水扁自己也講 你也承認 美國叫我講 好不容易 那當時我聽到 大家人真的做總統 而且不是國民黨的 送到 那天要上台 要就職員說 我也很期待 能不能講一些比較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要獨立的 對不對 我們要跟中國做切割 怎麼怎麼 沒有啦 講這個 這都美國叫他講的 講美國 你講美國 那中國人同意嗎 來 我現在開始抓一些中國人講的話 你看 中國人自己都說 台灣不是他的了 毛澤東 鄧小平 來 1975年 民國64年 毛澤東跟季辛吉對談 毛澤東對季辛吉說什麼 美國現在有中國台灣 其實這不對 有台灣 但不是有中國台灣 六十四年 六十四年 你明明說中華民國 要講中華民國 那是中華民國在騙台灣人 在外面的人也說 台灣是美國的 台灣是美國的 至少應該這樣講 比較正確一點 當然台灣是美國的 其實不是很對 台灣是美國佔領的 那就是 他說最好 台灣在美國手裡 要是現在 要是現在 你看美國把台灣 送給我們中國 我們也不會一樣 有沒有 那怎麼這樣 因為現在台灣要不得 因為那裡有非常多的 反革命分子 就說那些 蔣介石的 那些流氧集團 有沒有 只有台灣人不承認 美軍佔領 就是你幹 那台灣民政務 他話到說 他話到說 他就沒看見美軍 在那裡落書 你就說你美軍在等著 所以 台灣民政務 就要去推廣 真的是很困難 所以我們都希望說大家都能夠 花個三天兩夜 來這邊聽一聽 你的疑問就被解決了 再看 那季辛吉來 換季辛吉 對毛澤東講 去當時兌換 美國 放心 我們總有一天 會解決台灣問題 所以台灣的問題 要誰來解決 台灣人 去跟美國講 不是 台灣人一天到 去總統 總統有革南大道 那進座 去抗議 太厚了 你 你的 太陽花學運 古年 要解散的時候 還有多少人在那裡 幾百萬人 五十萬人 大軍 在那裡坐 坐坐 然後解散之後 哇 你看 滿地都沒有垃圾非常乾淨 他人的水準出來了 那沒效 你的訴求有生效嗎 沒有 沒有 台灣人 要不要再選總統的時候 第二任總統的時候 228牽手護台灣 喔 台灣到一圈 大家手牽手 台灣人愛台灣 有效嗎 沒有 走錯方向 來看這個 極田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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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杜樂師 極田茂 杜樂師 你都不知道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來台灣人 我來台灣人任務 我才知道 有這兩位偉大的人物 為什麼我不知道 書上都沒講 學校課本都沒說 來 極田茂 日本前首相極田茂 1963年 1963 他們的民國五十二年 你知道這個人是誰嗎 舊金山和平條約 簽約 你搞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你搞人之一 極田茂 另外一個是誰 杜樂師 這兩個寫 舊金山和平條的 所以舊金山和平條約 對台灣人怎麼樣 問他們兩個 來極田茂 日本只是放棄台灣主權權利 還有台灣領土主權義務存在 權利沒了義務在 什麼權利跟義務 比如說 舉個例子 你們家有一筆土地 你們家的土地 我們家的土地 我們家的土地 有一筆土地 可能因為某些關係 法案是說 查封 禁制產權 那查封之後 這塊土地怎麼辦 不能過戶不能買賣 可是每年我要不要繳土地稅 不能過戶不能買賣 不能過問 我的權利被吊起來了 那時間到我還要繳稅 義務 因為那一塊地 是我的 只是我不能動它而已 所以台灣是日本天皇的 只是日本天皇現在不能動它而已 所以美國為什麼要認真把握台灣海峽 因為它遵守這個 安保條約 寫舊金山合約的人都說 日本只放棄權利沒有放棄義務 可是外面的一些學者都說 舊金山合約已經告訴我們的 日本已經放棄所有權利了 我們台灣人可以搞獨立的 寫合約的人都沒這樣講了 你那些 補償補給你學不會講 真的在海西大人人 再看杜勒斯 1954年 民國43 這都已經關戶了 這都已經台灣關戶了 這都台灣關戶了 這都台灣關戶了 對不對 對不對 中華民國都說台灣關戶了 可是這些人 都沒聽到台灣關戶節嗎 有啊 人剛好承認 沒有啊你看 台灣澎湖主權問題尚未解決 日本在合約 只是放棄台灣的一切權利和所有權 在合約中 台澎的所有權歸屬 也沒有講出來 沒有寫在合約裡面 所以ROC跟日本簽訂的合約 也沒有做出決定 這根本就沒有把台灣的問題 根本就沒有把台灣主權 割讓出去 你馬英雄在說什麼 剛才你說什麼 根據什麼開羅宣言 亂說 來 那換英國人 英國外交部長艾登 1955年 你看 台灣關戶節已經過了 過幾個年了 民國44年 34年進來 44年已經過10年了 台灣民國第一次已經過10年了 台湾關戶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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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喊了10年了 人家說什麼 台灣主權沒有交給中國 中國 外國人都在看 台灣人都不知道 都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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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講假的 現在也沒有講假的 沒有矛盾 要認清楚 來 1960年 美國最高法院 曾經講過什麼事情 來 對台灣的看法 沒有任何條約 將台灣主權 轉移給ROC 美國接受中國 中國人的政權 在台灣運作 當時承認中華民國 是合法中國 可是沒有說 轉給你這個中華民國 民國49年 這個什麼 蔣介石 這個呢 宋美麟 你看到什麼 怎麼穿軍服 蔣介石 只要接近外賓 尤其是美國來的 一定是穿這個軍服 他代表什麼 他隨時要反攻大陸 他有愛國的心 那都在騙你 表面上這樣講 其實都在告訴什麼 在告訴全世界 我蔣介石 我是代理美國 軍事佔領 所以我是 他那時候 來這裡的軍事總管 軍事總督 我對台灣沒有野心 台灣人這麼擁護我 沒辦法 我做得很好 可以這樣說 所以我 蔣介石 全台灣人摸到要死 全台灣人摸到要死 台灣人都摸掉了 台灣主權在美國首重 這支在後面 這支其實後面有 這是什麼 海軍陸戰旗 海軍陸戰旗 這美軍的 來 台灣主權在美國首 來 本土台灣人無國旗 無國旗成人的政府 仍然在政治煉獄之中 仍然在美國軍事佔領中 所以 美國要主動協助我們 台灣人 這是我們 台灣民政府 從2009年 一路這樣奮鬥 最後 美國給我們的判決書 這樣寫 無國旗 所以你怎麼是中華民國的人 我們總是中華民國的人 有啊 我有拿他的身份證 國民身份證 不是公民身份證 中華民國本來都是公民 都是國民身份證 又沒有公民身份證 有啦 有公民身份證 你不知道 你網路上Google 找我什麼 中華民國剛才 入了新聞公民身份證 你王國的新聞 他該做國民身份證 來問一個問題 請教一下各位 同盟國之一的ROC 是根據開羅宣言 破製膽宣言 日華台北條的 日本投降書 所以可以在台灣駐軍 治理台灣 中華民國的官員都這樣講 馬英九這樣講 對嗎 剛才上課到現在 不對嘛 請問一下 不然應該是怎樣 不對 人家就進來 說不對 人家都進來管70年了 不然他到底是怎樣才對 看一下 麥克阿瑟 一般命令第一號 麥克阿瑟 叫他進來 進來之後 那時候叫什麼 分配占領 因為那時候 日本打敗之後 哇 整個東南亞 整個西太平洋 齁 這堆領土 美軍人手不夠 開始分配 這讓你去占領一下 這分配占領 那中華民國就分配占領這裡 再來 舊金山和平條 第23條 變成什麼 代理美軍 繼續占領 再來台灣關係 繼續占領 所以中華民國可以進來 不是這個啦 是這個啦 副本來在教這個啦 實際上是這個啦 你看 說兩套位 什麼是詐騙集團 在這裡啦 最大詐騙集團 在台灣啦 叫中華民國 AIT AIT AIT現在是 美國在台上的 AIT不是在辦護照 AIT已經是申告了 變成這個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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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也有一個AIT 台北也有一個AIT 你看 6.5公頃 北京也有4公頃 我看到 只有200人 怪的 AIT之前有 現在差不多 沒200 其實差不多40的人 40的人 我 這麼大堆土地 你看看 掃頭 掃手就掃不住 再辦什麼 其實這是在做什麼 這是 軍事基地 所以美軍 其實 時時刻刻都在台灣 1971年 1971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聯合國合法權利 他寫什麼 來 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 從他在聯合國組織 及所屬的一切機構 所非法占據的習慧 通通給他趕出來 一段時間都是 因為全世界都開始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一個唯一的什麼 合法的中國政府 那以前合法的這個ROC 都要去取代 但是 但是 會死都不斷開了 一些東西都要霸佔掉 還霸佔著 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就開始去那間 換我們坐 這位置換我 這位置換我 換換換換換換掉 同樣的 台灣民政府 也是要把中華民國趕走 而中華民國現在不願意走 一台都霸佔掉 知道怎麼辦 找美國幫忙 不然怎麼辦 站起來 自己聽我看見 有去南京嗎 有去過南京的 看到這一根 這不是只有一根 總共有12根 應該是明明記錯有12根 最後一根是這一根 你說 中國開國以來 歷朝歷代 有在南京建督的 都有一根死亡碑 西元幾年 到西元幾年 建督在南京的 你南京去 你就看到這根 他真的霸佔了 全世界也承認他霸佔了 他霸佔了 可是他現在明明就要在台灣 他叫什麼 流亡 流亡 以前是叫流亡 可是 其實中華民國在什麼時候正式死掉 如果是1949年 他是被取代 他被取代 可是講真的 他剛被取代的時候 全世界也沒有人 沒有說一取代 全世界就承認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 唯一的合法政府 還是慢慢的替換 覺得你的政局真的很穩定 然後再慢慢的承認 其實正式死亡應該是什麼 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注意 不是台灣退出聯合國 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民國60年 他真的聰明了 民國68年 台灣關係法 又簽一次 再度確認死亡 可是這什麼東西 因為他一過來的時候 那過來的時候 還沒正式死亡 那叫什麼流亡 因為他被趕出來 叫流亡政府 那結果一直用到現在 那其實是不對的 那為什麼不對 那現在就聰明了 那為什麼還要當作流亡政府 那不然你們台灣人敢有在通知 你們台灣人哪一個可以 站在通知 沒有啊 你們台灣人也有官 官要通知 所以就算官是應當的 所以用這綠色護照 啊 綠色護照 是流亡護照 什麼人 這西藏 這不是西藏 這印度 印度 達蘭沙拉 達蘭阿媽 西藏流亡政府 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 他們就用這個綠色護照 2012年他民政府 去西藏 去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 去拜訪達蘭阿媽 我們人照護照 他們拿出來看 他們是綠色護照 綠色護照就是什麼 流亡政府 你不知道 來看 這什麼色 這也綠色的 這什麼綠色 這什麼綠色 這韓國製的可力 韓國也綠色護照 南北韓 分裂國家 領土主權不完整 或者離開自己的國土的政府 通通使用綠色護照 綠色護照就是環保的意思 那環保大家都改綠色就好了 時間到你們在改而已 全世界護照 大致上是三種 藍色最好的 藍色是美國 加拿大在營 就像是主權完整 獨立國家 紅色也是 綠色就是 流亡護照 還有 越南也是綠色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 也要拿綠色護照 中華人民共和國 也要拿綠色護照 請看 這跟綠色護照 人拿紅色的 咖啡色的 暗紅色的 紅色系列 中華人民共和國 沒有用綠色護照 代表什麼 中國 主權 明確完整 如果真的是分裂了兩個中國 兩個都拿綠色護照 為什麼沒有 中國沒有領土分裂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台灣 那是偏離的 你懂嗎 只有一個中國 只有一個中國 搞清楚 搞清楚 這麼多流行政府 你看 韓國也曾經流行過 跑去上海 法國也曾經 王國 跑去倫敦 比利時 波蘭跑到巴黎 他們都跟你們說 可麗亞 山海 Friends London 可麗亞 法國 比利時 這國家名稱 後面 上海 倫敦 倫敦 巴黎 城市名稱 國家 城市 Chinese 台北 國家 城市 人們都流亡政府 你不是流亡政府 騙誰 Chinese 這台北是流亡政府的名稱 你還以為什麼 搞不懂 來看這 2008年馬英九宣誓就職 欸 他們就職的時候 這旁邊 乾淨乾淨 2012年可以搞這支出來了 這裏有 新聞也有 記者問說 怎麼搞這支 怎麼不是中華民國國企 怪怪的 搞創意 說搞創意 中華民國總統 總統就職典禮是多麼神聖隆重 搞創意 你懂就什麼 猿猿會 這能放會 搞創意 代表憲事 你中華民國王國 你不要一個人亂說 你這個機子不能拿出來 搞這個 欸這什麼機子 我告訴你 你去國學看嗎 蒋味學 蒋味學什麼 他都要日據時代 中華民國國的交界那個人 他叫蒋味學的人 那是民眾黨的黨旗 都不知道 好 來 我們這一課先講到這裡 我們中間休息五分鐘就好 下一節課會有更精采的一些答案給各位 好 休息五分鐘